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腾讯的这个回源视频 最近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模型啊,就这个1.5 那么这个1.5呢是一个轻量级的视频模型啊 那么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家用的电脑也可以使用了 那么它是10月20号发布的 发布的时间也不太长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效果吧 这个是它的效果,看一下 大家看它这个效果其实很出色啊,非常的高清 但是实际上你想达到它这个效果的话 那你这个还是你的机器的配置的跟上啊 咱们一般来说你可能你做出来的效果 可能没有它这么效果好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有一个心理预期在 除非你显卡特别高级 好吧,我们其他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我们只要看项目 那么今天的话这个包是有点大 因为这个模型还是有一点的 30个D将近 大家自己下,下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还是啊,大家点这个启动 两个启动嘛,你先点后台 后台是用来启动这个Company UI的服务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API命令 然后给它传递一些信息过去啊 然后让Company UI给我们画这个视频 只不过是我们使用了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界面 让大家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如果你对这个Company UI要很熟悉的话 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搞 也是可以的 这个我们就需要稍等一下 然后再启动 大家看到这样启动了 启动之后这边这个地址不要去点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这里就行了 然后我们点这个启动 这个红色的启动 那么它会打开界面 稍等啊 好,这样就启动了 这边有个地址 点一下啊 那么这个界面呢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 一个文身视频 还有一个图身视频 两个 大家可以分别用一下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参数 其实没什么太多说的 简单过一下 这个不用说 提示词大家自己写 就是写的越详细的 肯定最终效果肯定越好 然后这边呢 可以用这个中文 然后也支持英文 大家喜欢哪个用哪个 下面是种子 这个不用说 这个部署和下面这玩意的 保持默认就行了 主要需要大家修改的就是下面这几个 画的头高度 那么我们最终生成视频的 一个分辨率嘛 像我这个机器的话 内存32G 加载这个文身视频 和图身视频的这个模型 是刚刚够 真的就是差一点都不行的 那种状态 所以这个大家没有32G的话 那么你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加载完模型之后呢 然后就进入这个生成状态 所以我们生成状态呢 我们需要调整这个视频的 这个分辨率 当然这个为了做起来快一些的话 我这边就把它调的小一些 512 当然这这种分辨率下出来的视频呢 肯定是比较模糊的 肯定没有那个1080P以上的那个效果好 所以这两个呢 大家需要给你自己的机器的配置 然后来选择这个分辨率 然后帧数 这个需要结合这个后面这个FPS 这个FPS大家肯定了解 1秒24帧对吧 那么相应的话 我这边写个24的话 那么就是要做1秒钟的视频 这个大家肯定理解 这个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生成就可以了 加带模型的时间有点长 然后我这边呢就不去等这个时间了啊 因为我之前做了 我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然后同样的呢就是说 你这边做完之后呢 如果说你还是要做文身视频 那么你调整一下这个提示词啊 然后这边呢 你调整好之后呢 直接点就行啊 就是不需要就重复 再去开启这个后台界面了 因为所有的模型已经加载过了 如果说你是想换一个啊 比方说你之前是文身视频啊 那么现在是图身视频 这样的话 你需要把这个后台关掉 关掉之后呢 你需要再重新启动啊 因为这个需要加载的模型 是有一些差距的 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就行了 好 然后那么这个图身视频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 就你这边选一个这个图片 对吧 选一个需要的图片 它是这个视频的第一帧嘛 所以你的动作呢 最好是照着这个图片的写 要不然的话 看起来很奇怪 然后这些都一样 大家自己调 然后点生成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确实有点比较长 所以我们直接看一下结果给大家 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这几个 这个 这个恐龙对吧 恐龙它面对就这个 就这个视频啊 我后来把这边的这个提示器调整了一下 用的提示器呢是这个 就是一个中景手机自拍照啊 然后在电梯里面对着镜子自拍啊 嘟嘟嘴 所以这个呢没有任何问题 后面这个的话是 我又试了另一个 其实还行啊 大家看这个效果其实还行 因为这个的话我把那个分辨率稍微调高了一点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基本就这些 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多可说啊 只要你配置跟上 那么这个项目跑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 做这个效果也可以很好 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差 像这个这个的话就前面就差点了 后面稍微好点了 又调整了一下 谢谢大家自己试吧 大家拜拜